欢迎回到郑伯仁律师法律讲堂时间 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讲 关于移民法的一些新的资讯 欢迎郑伯仁律师 您好 你好 那我们刚刚说了 其实现在最近一些 因为可能总统大选的问题 所以对这个移民法上面 感觉好像是比较敏感的一个时期 很多人进进出出海关 都会有一些 一些小纠纷 然后您刚刚也提醒大家 应该要怎么样来面对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状况 就是关于永久居留绿卡 还有临时绿卡 那你说因为现在很多人拿 是以投资移民的一个方式 来拿这个临时绿卡 但是也因为这样有一些 会有一些麻烦上升 怎么说呢 临时绿卡包括正式绿卡 加在一起如果五年 你就可以申请当公民 是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有很多的 华人来美国 他们不知道 在中国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竞争 如果我们骗了 就骗了一个人 可能有小诈欺 赚了一点钱 这也是一个竞争的过程 其实很多人觉得做生意的话 也是算是有一点欺诈 可是变成说来美国 如果你是一个临时绿卡 还是正式绿卡 如果你有欺诈的行为 不管多小 如果你有违反 不管多小 你没有去面对 你最后的话 临时没有办法转成正式 正式没有办法转成公民 然后在公民的时候 你可能都忘掉了 你觉得可能考试的时候 他问你 你四年前 你有没有这个案子 你是不是骗了这个人 你是不是做了这个生意 有的时候都忘了 你问我上一个礼拜一 吃了什么 我都不记得 所以有的人还问你说 三四年前 四五年前 这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所以我们跟很多的客户讲说 如果你是来美国 你做生意的话 你特别要小心 因为有很多的 特别有很多的雇员 很多的原告人 他们现在懂了 开窍了 知道说你的把柄是什么 你的把柄不是说 你钱太多了 你的把柄是 你的身份太重要了 所以马上告你 第二件事情 就把你的案子 报给移民局 然后最后你的身份就没了 所以你在这边 也就是最主要提醒大家 在很多人以为说 拿到临时的绿卡的时候 就觉得说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反正就是正常 照我平常的方式做生意 但是可能国情不同 然后法律也不同 你在中国做生意 或在亚洲做生意的时候 跟在美国做生意的时候 的方式有时候不一样 然后有时候结了一些怨 你自己都不晓得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 大家怎么样可以避免 这样子的状况呢 需要比较保守一点 就像如果我在中国的话 你说在这段期间 最起码 就像如果现在我在中国 我在亚洲做生意 虽然在我脑海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合法的行为 我要问我自己说 还是可能要找一个律师说 这是不是一个合法的行为 就像在美国 其实他们有算是这个 算是一个老鼠会 很多人觉得在中国的话 也可以这样子做 反而在中国被抓了 因为中国的话 他们就禁止这件事情 他们说你不能这样子做 在美国你可能可以做 反而在中国的时候 觉得你需要有个执照 相关如果有这种的逻辑 我们美国到中国 那中国人来美国 也是要这样子想说 虽然在中国是合法的 如果现在在美国在做的话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知道拿这个信息 说这合不合法的生意 然后第二 虽然是合法 最后的话 我是不是做一个冒险的事情 值不值得 最后报给移民局 会不会被抓 是是是 其实就像您说的 因为现在有很多 我们的移民 他们是两边在跑 很正常 现在可能你在这边 安居立业的 但是你在国内还是有生意 在继续进行 所以两边的这个商业法 都要能够了解 那可能这边的律师 帮你处理这个亚洲的生意 你可能在美国 也需要一个律师 非常了解在美国 不管是地方 还有联邦 各方面的这个法律 不要因此而触入了这个法律 然后呢 影响到你这个身份的问题 其实这个是非常长远的 一个影响 其实就很滑不来 对不对 很不划算 所以其实最好的一个方式还是 第一个你自己要能够多教育自己 第二个就是一定要请到非常专业的人士 能够在旁边扶着 这是最好的方式 我可以讲最后一个新法 三年前有改了 现在你可以跟同样的姓的人结婚 你就可以拿到你的临时绿卡 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所以这同性念的法律有改变 让很多人可以现在拿这个绿卡 那很多华人他们不知道 觉得说你一定要跟算是 异性 对 所以其实了解一下这个新的法律 然后呢 这个也是我们律师的一个责任 然后告诉你的客户 然后呢 让客户可以 就是说有更多的一些选项 然后呢 最重要是要保护自己 Yes OK 谢谢Paul 谢谢您 谢谢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